而在华丽县各国中小学新就任校长8月1号布达到任后 任思乡武贺以及副员两所国小的校长连无亲朱博环 两位新任校长今天上午是在县政府南区中心 以及立委傅昆琦服务处等人的陪同下来拜会乡长陈敬光 同时也分别针对了校内聚会所设置 以及中央厨房设置等问题情谊讨论 乡长陈敬光表示也将会尽力协助 8月1号布达到任后 瑞瑞乡武贺以及副员国小两位新任校长连无亲朱博环 上午在县府南区中心副主任周玉梅王立秋 立委不宽其服务处主任张佩莹 向代表钟永春的陪同下 特别前来拜会乡长陈敬光 秘书简芳荣也陪同接待欢迎 欢迎来到瑞瑞大家庭 除了彼此相见欢也共同关注乡内学童教育的发展 尤其针对相公所将在武贺国小原校园用地设置部落聚会所 和新任校长连无亲来交换意见 希望未来作为部落与学校共用共学的空间 那希望未来这个场所也可以作为我们武贺国小的一个活动空间 那共同来使用这个公共区域 我想对学生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不远国小新任校长朱博环承接上一任校长未完成的梦想 设置中央厨房 却碰上了建屋不合法的问题 特别轻易讨论 对于两校所面临的问题 乡长陈敬光表示 也将尽力协助让学校教育顺利推动 如果能够跟地方做好良好的互动 我想未来在教育的工作上一定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那公所对于我们少子化以后 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 那怎么样在教学上能够更精致更有效 我想公所一定会全力的来配合 乡长陈敬光回赠瑞瑟乡农特产纪念品 欢迎莲无亲 朱博桓两位校长加入瑞瑟乡教育的行列 对于两位校长的办学理念也全力支持协助 接着是郁蓝瑞瑟采访报道